哈喽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书桌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层开始讲起吧 我的电脑型号是13寸的MacBook Air 我电脑上面其实安装的软件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精品 如果你们对我的电脑上安了什么感兴趣的话 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下一次可以专门拍一个这种专题 告诉大家我都安了些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讲我的后面的胶带收纳柜 我们等一下就从下往上讲 因为电脑挡在这里 所以我的胶带使用率是从下往上递增的 那我买的这个胶带收纳柜是五层 我们先从第一层开始讲起 这边第一层 这个是闹闹他们家的 好像叫星云还是星宫 还挺好看的 这两个是木的家的 也是他们的网红产品 上面的这两款也是木的家的 这个和下面这个其实好像是一个系列 然后这款叫咖啡研究所 然后这两款是考拉拉工作室的 就你们看我的微博应该能知道我上周刚刚拿到 还蛮喜欢的 这款叫星室 这款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这款也是木的家的 我真的是木的家死忠粉 觉得国产有它真的很骄傲 这个是莫轩他们家的 叫大报纸好像 我囤了两卷 这个用来拼贴就随意这么一丝 然后贴上去就很好看了 这边这两款是Docky他们家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拆 因为我不舍得用 真的太好看了 再来讲第三层 这一层基本上都是考拉拉工作室他们家的 我上周入手的包括了这一些 然后这一款是从前输的 这一款好像叫我喜欢你 我超级超级喜欢这一款 所以我都不舍得拆它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左边这些基本上都是好像叫学霸系列吧 也是考拉拉他们家的网红款 这一层这边的六款全部都是木的家的 然后这三款是比较那种乱七八糟风格 就是你拉条也可以把它撕下来随意拼贴 都很好看的那种 这一个是我的八月爱用文具里面 跟大家介绍过的火器的那一款 我就不多说了 这边两款是他们出的那种泼墨的感觉的 其实有一点像色彩研究室 就小静他们那一款 这三款是从前输他们家的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款植物款的胶带 非常非常好看也非常百搭 这两个是小人的 就是小姐姐的那种 这一款是稍微要严肃一点 沉稳一点的 这一款就完全是比较复古的那一种 有一点欧美海报 旧海报的那种风格 这边也是木的家的 这一款也是和那个刚刚讲的 墨轩的那个大报纸可以一样随意拼贴的 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我们再往上看 这两个依旧来自木的家 他们出的木质印章 这个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出木质印章 我觉得还挺成功的 非常好看 因为比起这边新的恋人他们家的 可能这个更能够填补我手帐上的空白 你像新的恋人 他这个就是非常小的非常迷你的 所以可能我要去印好几次 但是他的画风是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他的性价比也很高很便宜 里面就是我放的这些印章的那个包装了 再往上看 这个是我的笔带 品牌是维密的 这个粉色的我真的超级喜欢 它的容量挺大的 我在里面放了好多杂物 这个是水彩分装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修正袋 这个是超级火的那个夹子 还有这个国语的点状胶 也是很常用的 这些就是小夹子 里面的一些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考雅斯的这个橡皮擦 这个皮带做工真的超级精细 我特别喜欢 上面logo都做得超好看 而且它外面有一层PVC的那个防水膜 所以很耐用 我推荐给你们强烈推荐 这个胶带柜其实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是这边是八厘米的 所以相对于一个胶带来说 它是很宽的 如果我在后面不放点什么东西固定它的话 它就会这样滚动 我这种强迫症真的受不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后面放的是 我一些不用的笔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固定住 而且也看不到后面放了东西 但看起来整整齐齐的是不是 好看很多 反正我自己觉得好看很多了 但是这个柜子作为一个展示架来说还是非常棒的 因为它这样设计不会容易落灰 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而且每天你看着这样一个都是艺术品的放在上面 感觉还是心情很愉悦的 而且它这样也挺方便拿取的 这个这个高度我觉得还是很科学的 正好手拿进去就好了 这边就是我的网格板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域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陈一涵陈大发 看到它我自己每天真的就是活力满满 然后这个网格板上面会贴一些我很喜欢的变迁 比如说这个work heart它就会比较激励我 还有like a boss 这些就是可能会让我一天都很有动力的 还会在这个区域有时候还会贴一些我自己的代办事项在上面 就是比较直观能够提醒我 我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 一些比如说小灵感什么的 有时候也会贴上去 会提醒我可能我下周要拍的视频是什么 就会随便在上面找这样 这个是我的水杯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的造型就是那个相机镜头 而且它仿的还是佳能的 我非常喜欢它 因为我自己是学编导专业的嘛 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电影拍视频 所以它超级符合我的口味 我很喜欢 每天喝水我都特别开心 这个是我的文具箱 是从阿怪他们家买的 这个文具箱我要跟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因为它真的超级棒 那我先从细节开始跟你们讲起吧 这边我放的基本上全是月猫的铁盒的全系列的印尼 因为它这么放上去刚刚好 像这一个是我是这么横着放的 其实我记得是在哪个视频里面看到有宝宝说这么放不太好 因为这样竖着放可能会导致它的上下粘的不均匀 所以如果有跟我一样放的可以记得每定期的时候就把它给翻一个面这么放过来 这边放的都是小静和梁峰合作的那一款色彩研究室的 我当时是握了全套 但是这边只放了我自己最常用最喜欢的几款 后面的这个是小静和夏米花园合作的那些我也都买回来了 然后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开箱视频 这边我就展示了 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就是这个软木板 我个人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软木板是质感的象征 而且这个小图丁也特别特别可爱 小小的红红的 就是迷你的感觉 这边是我放的 这个盒子里面放的是我剪下来的一些素材 打印的那种标签框还挺实用的 然后放进去这个大小也刚刚好 下面这个就是仓夫盒 我用teamhouse那个印章印到仓夫上面的这个素材 不过不是很经常用 一直到现在还没用完 那这个文具箱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阿怪他们家搜一下 还有好多妹子的那种反途都特别种草 我喜欢它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杂货铺的那种感觉 好像自己有一个小杂货铺这种感觉 那我们再往右边看 这本书是我最近看到的非常喜欢的一本 是行动派出品的 他们寄给我说 这本书是他们今年要力推的 让我感受一下 那我读完以后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读到一个 让我觉得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我下个星期应该会在微博po我自己的这一本读书笔记 这边这几个是我从草稿本上面撕下来的一些写的小灵感 比如说我想拍什么视频 视频里面要写什么 要讲什么内容之类的 对像这个护发的这一部分 我已经放了有两个月了 就一直写在这儿 是一些我觉得我非常推荐的和我爱用的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个哈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你们就在弹幕里面留言告诉我吧 到时候我再拍出来拍一个专题 这一本呢是我最近在啃的一本电影专业的书 这本书作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学者叫戴景华 这一本也是比较晦涩难懂的 所以我不太推荐刚入门电影的小伙伴 或者说想对电影只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系统的了解的小伙伴 就不要买这本书了 因为它有太多的专业名词和专业术语 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积累 可能没有办法去把它吃透 我怕它会磨灭你对电影的兴趣 那我更推荐大家去看认识电影那本书 那本我也有买 等一下在后面的镜头里面应该会讲到 再来看上面 这边是收纳的一些胶带 看得到 这是我的第三种收纳胶带的形式 然后这两个也是小镜的 这边的是果壳的万有即逝的 这边两个木的 然后这一款也在我的八月爱用文具里面出现过 这边是稍微复古一点的 这两卷是也是从前输的 但是我都没有拆包装都还在 那这个粉色的收纳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收纳 因为它好看嘛 颜值高 它这样拿取是很方便的 这边是我买的亚克力收纳 放的基本上都是月猫他们家的那个水滴款式的印尼 我也是做过那个试色试评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边放的最后一层放的还有一个这个亚克力的板子 那下面的话也是同款的那个收纳 里面放的全是木质印章 嗯这边 这些我都有做过开箱 这边也是 然后还有这一个 再往右边看 这边依旧是亚克力的收纳 跟左边是同尺寸的 这边我也放了两层 先说第一层吧 这边呢是我平时在吃的药 这个也是我在吃的药 每天要吃两种药 这个是我剪下来的一些那种变迁 平时写点什么草稿的上面 这个是Hobo的那个模板尺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这个呢是香榭格雷的香水 但是我个人不是太推荐 因为它有点太过甜腻了 虽然我是一个很喜欢甜香和果香的人 但是觉得可能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过了 然后这边前面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口红 后面呢基本没怎么用 这边的话是我平时最喜欢的那个三菱的UM151的中性笔 我收了几个颜色 然后这边呢是我用的比较多的那个斑马的记号笔 还有这个是笔刀 这个是剪刀 反正都是比较常用的东西 我们再往下面看 这个本子现在还在内测当中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设计的 可能马上就要面向大众销售吧 但是现在就不要不给你们看那个里面是什么样子了 KAZE他们15年的时候出的一个文库本 然后让我写 帮他们写一下那个指示测评 我就收了 但是一直没有用 现在就找出来当草稿 当草稿本 这下面依旧是那个天内心 不得不说这个确实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天内心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发售 那我就先不跟你们说了 但是你们可以先去关注 这个是Slowie一个品牌 它的店应该已经开起来了 你们还有微博 你们可以先去关注着 这个是我的iPad 主要是旅游的时候带出去 这边是我打印的一些那个素材 就有了打印机以后真的会很疯狂的去打印一些手张的素材 就是任性 然后下面的话是我之前也在八月爱用介绍过的这种不干胶的牛皮纸 还有这个电板也出现过 这个是我平时会一直在用的一个品牌的抽纸 这个品牌是杰柔 我觉得它的质量我还很放心的 这一本是我的收纳里面主要都是一些印章 透明印章放进去这个大小刚刚好 这个收纳我还有另外两本 你们等一下看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书桌的第1.5层 这一层呢我主要放的是收纳 还有一些本本 那我一个一个来说吧 这两本是和刚才那个透明印章收纳一样的收纳册 以后再跟大家详细介绍吧 现在时间太长了 我怕你们看得有点累 这个是我现在还没有用起来的一个美乐麦的本子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推荐的认识电影这本书 这本就是比较系统的 比较涵盖的面比较广 也比较适合入门的读者来读 这一本呢就是一本我觉得一般般的书了 就是我当时抱着期望很高 但其实还一般了 也不做多的推荐了 这个是以前考雅思的时候被考用的 这几本全部都是我的读书笔记 还有专业笔记 我就不翻开看了 接下来再来看我书桌的第2层 这一层我放了贴了很多我非常喜欢的电影的海报 尤其是这个爱在三部曲 我不知道有没有宝宝看到过哈 这个电影 这三部电影应该说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三部电影 第2层上面也放了很多东西 我也一个一个来介绍吧 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心儿 他的微博叫豆小八 给我画的我的生日礼物 这边的这个是富士的口袋打印机 之前也有跟大家推荐过 这个是我最近才刚刚买的 为我今年的冬天做准备的一个笔带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湿纸巾 我喜欢这种抽拉式的 然后封口的很方便 而且这个包装看起来真的好舒服 这个其实我是用来擦印章和印泥的 因为平时用湿纸巾擦会感觉干净一点 这边的话是我的充电宝 这个好像是一万毫安的吧 也是可爱型的Hello Kitty 跟了我好几年了 我最近打算把它换掉 这边这个是我平时会量东西的一个卷尺 这个是HM的购物卡 这个是女子嗨的便签铺 叫你笑的好就好 好像是 这个是香薰 之前我还在微博里面做过团购 我还蛮喜欢这个香薰的 这边是同一个牌子 它的香薰大号的包装 我留起来了 当这个笔带的收纳 里面放的是一些 我不是那么常用的笔 和囤的一些笔芯 里面还放了 我最近买的套的那个派通的软毛笔 还挺好用的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吧 这边两个呢 是从前书的礼盒 里面放的是一些分装的背景纸和胶带贴纸等等 这个呢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杯子 但是我现在把它用来当储物的了 里面放的是这个香薰格雷的旅行装的沐浴露和两个还没有用的分装板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